LTE Small Cell 开放式平台 由于行动智慧终端设备的普及 加上丰富的应用内容 形成网络资料量爆炸性成长 预估2025年 全球将有比2016年多10倍到100倍的终端产品 具备上网功能 未来将有25亿多的人口 和500亿以上的设备连接上网 整体网络流量也将达到1万倍以上 除了大型基地台的建置外 在大平宽、高密度、低延迟的通讯挑战下 位于万物互联的明日世界接轨 更需要小型基地台的部件 工研院的LTE Small Cell 小型基地台开放式平台 具备软体定义无线电SDR弹性架构 支援载波聚合技术 及先进的自我组织网络SON功能 透过两组载波聚合的频道提升传输速率 可让64只智慧手机同时高速上网 专门解决特定区域高密度使用群 所经历的传输拥栽问题 工研院并研发最新的长城演进技术 与无线区域网络聚合 LTE Wireless LAN Aggregation 技术 为目前全球3GPP R13 标准 刚制定完成的技术规格 LWA 技术 可利用电信营运商的LTE小型基地台 及在热点大量部件的Wi-Fi无线基地台 在电信营运商不需改变原来的硬体架构的情况下 仅需软体更新 就可大幅提升使用者的高频宽使用经验 是目前市场上最符合成本效益的立即解决方案 工研院的LWA技术 可让手机同时接取LTE与Wi-List LAN网络界面 建议大幅提升使用者的使用频宽 在LTE小型基地台 与使用者终端的LTE通讯协定 第二层之封包资料汇聚通讯协定 PDCP中 建立一个资料无线承载器 DRB 由小型基地台将下载资料在PDCP做分流 再由使用者终端将分流的资料依序重新组合回来 达到高速处理的效果 可以大幅提升下载速率 增加使用者满意度 目前工研院已经可以提供单一使用者终端 最高每秒400Mbps的传输率 以及初步的动态分流出行 并且在2016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 与国内手机晶片的龙头厂商合作进行展示 吸引国际大厂的瞩目 工研院LTE Small Cell开放式平台 具备开放界面 Open API 可提供包括无线电资源管理 自我组织网络 SON 及干扰管理等研究项目 便于加快研发速度 并可实际做功能测试验证 未来工研院将以完备的小型基地台技术 提供厂商以用于偏乡 家庭 企业 及购物中心等各种场合 搭配各类智慧终端设备 以及创新的APP 与产业携手 一起迈入万物联网的新时代